巴西军警为了打击犯罪组织 再一次突袭领约热内卢一个贫民窟 造成18人丧命 枪下亡魂包括一名警察和一名无辜的妇女 警方的激进行动因此招致踏伐 人权组织就炮轰 这根本不是纯逮捕行动 而是杀人行动 出动大约400名军警 4架直升机和10辆装甲车 巴西军警星期四突袭里约热内卢一个贫民窟 造成大混乱 这次行动是为了逮捕涉嫌抢劫又偷车的犯罪团伙 但是过度执法遭人诟病 警方表示至少18人死 其中16人据称就是犯罪分子 但是死的也包括一名警察和一名手无寸铁的50岁妇女 披民窟居民炮轰执法过度暴力 说好的抓人变成枪声大作 尸体和伤者一个接一个搬出来 让他们愤怒不已 警方的行動看在人權組織的眼裡 被認為毫無人道 嚴重侵犯人權 還說警方的目的不是抓 是殺 一陣混亂之後 民眾開始集結起來示威 口裡喊著我們要和平 要求警方滾開 負責逮捕行動的軍官 在警方的記者會中 對婦女的離世表示哀悼 並表明警方會徹查案件 但他說明 執法人員當下也遭受暴力襲擊 譴責這些幫派分子 使用平民當人肉盾牌 而警察不會抵抗 法新社指出 當地警方本應該從今年開始 佩戴隨身攝像頭 防止濫權問題 但是目前不清楚 在這次的行動中是否有佩戴 巴西總統伯索納羅 之前曾經公開表態 支持警方在打擊犯罪組織時 採取嚴厲手段 並表示歹徒就應該 像蟑螂一樣死去 指揭竬啟動 孔波追 Ninja